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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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 離婚 不婚 考得頭昏 定誠 認證 傳證 能假成證 春分 假分 緣分 歷歷紛紛 執唱 飲唱 四唱 快要洗手 東一南北大野生動作 熱身運動 準備爬這混音的馬拉松 快一步要等 快一步要出現一腳 停後一腳 你還要衝 結婚 離婚 不婚 考得頭昏 天誠 認證 傳證 能假成證 成分 假分 緣分 歷歷紛紛 執唱 映成 四成 快要犧牲 快一步你要等 慢一步還四成 先一腳你要停 後一腳你要熟 早一點你要夢 晚一點你要瘋 近一點你要送 慢一點成空 場面 咖啡 在 combat 秒數 我去 海哥 你怎么又招着他了 还把他招家里来了 来 我采访你 你是怎么想的 这 这 这 你这弄坏啊 你知道吗 海哥 我一见着他 我这后几两股我就冒汗了 他这是干什么呀 又耍什么花样呢 这是 不是 你能不能别 那么小住机场呢 人家散自落难了 找到我了 那我肯定是义不容辞啊 落难了 老田有眼啊 他也有今天啊 你说什么呢 你怎么一点容金心都没有啊 他同情过你吗 他同情过你吗 我跟你说 海哥 你这就是走火路牢 鬼迷心窍 他呀 虽然比那凤姐好看那么 一大点 但是我看 除了这一点 哪儿都比不上凤姐 你没事 你提什么林玉凤啊 有关系吗 我提凤姐感到不值了 海哥 这回我必须严肃认真地 跟你讲一讲 虽然 她是一块 倒嘴边的大肥肉 但是 有一句话你别忘了 上门的不是男人 就这种女人 你看 你看 就这种女人 你要是摘上她 这辈子你就玩了 什么你就是肉瘦瘦的 还给我最瞧不起你这一点 贾政姐 你说 这孤男寡你都注意起了 你还让我说 说什么说呀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跟她是纯洁的男女关系 晚上她睡这儿 我睡外头 我们俩是一丁半点的关系都没有 我之所以这么做 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 扶危即困 那你就是有病 说出去谁信 你还信不信 不信 你这起来 刚洗干净的 怎么 怎么的 这以前都是我洗的 这不做就不做 那我睡觉地方 你别待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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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还不能待着呢 我怕还能够 带走我的哀愁 就像摆走那条河流 你就不可情有吧 好几朋友有好几家 不时之为已可想 你已不再留恋 就让它随风飘远 如果大海 你还留恋了 我应该留恋了 好痛快 可能有什么好痛快的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我才会都管你 妈妈 还是你爸那句话说得对 你和天兰呢 都真的长成大人了 只要你们高高兴兴的 我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正月他们家条件是很好 可是我一想起 比他们原来唱的那出啊 现在我这心里啊 更踏实了 只要你们好好地过日子 其他的 总不重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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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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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为了让你这个弟弟 能过得幸福快乐 能抬起头来做人 所有的苦和泪 他一个人顶着 他一个女人 努力地为你这个家 撑起一片天 为你遮风挡雨 他再强 他再好胜 他终究是个女人 是个需要男人 呵护的女人 你怎么让他一个女人 撑起这家家 这个家呢 去这老爷 我知道错了 你要是男人 就帮你姐把这天撑起来 让你姐在我那儿 再待 待两天吧 不错了 别说是我告诉你 好像我哄他走了 他那时候好强 我哄他 好 我要的是八月份的投放白期 你给我的是什么 这就是八月份的呀 我要的是今年八月份 你这是什么时候的 前年 前年八月份的知道吗 都长毛了 你看不出来吗 你这两天是怎么了 魂不守舍的 脑残长度马上就赶上丁爽爽了 林大俠 夹啊 你给我做呢 马上帮你扰 郑月 你绝什么屁 我都知道你拉什么屎 李老师跟我说 是不是因为江天兰 不是江天兰 知道你还说 知道你还说 我告诉你 男人三打击 入错行 上错床 娶错媳妇全白忙 你要再这么下去 你这辈子算是交代了 你在卖忙 不是领导 公司的条令里 除了防止上司骚扰之外 有没有不让调破 夫妻关系这些条件啊 爽爽刀呢 这儿 八月份的排期 请公布领导 如此不可救 请公布领导 这是八月份的投放排期 我跟老孙头都看过了 就差您过目了 你们都看过了 我就不用看了 没有什么呢 其实看不看真无所谓 我主要就是来看你 那个 刚才宇哥也给我打电话了 主要意思呢 就是明天的郊游 他还是想去 我就私自做主 没经您同意 把这事给硬下来了 你放心啊 所有明天要用的 吃喝玩乐的东西 我今天晚上都准备好 不用你操心 保证你们会有一个 完美的假期 太麻烦了 不麻烦 这些事我都交得 给我妈办了 太辛苦阿姨了 瞧你这话说的 我妈做人的宗旨 就是不被需要 才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所以你时不常的 就得给他一些 展示存在感的机会 那就谢谢阿姨了 真棒的孩子 整天上班 不好好工作那交涉的根子 不听我都知道 肯定是说咱俩这关系 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你说八卦 无聊 明秋 要不 我周日跟他们宣布一下吧 宣布什么 宣布 宣布咱俩是光明正大的 男女朋友关系啊 明秋 我爱你 很爱 你一定是我刘战鹏 未来的棋子啊 未来的棋子啊 算了吧 算了吧 久不 别说了 别说了 行啊 这个 大家伙都把手上活停一下 过来 我有事要宣布 过来 我有事要宣布 你宣布什么 我纠宣布我刚才跟你 事迹自然吧 那不行的 别说了 他们风言风语的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就行了 那就好 刘主任 你要宣布什么呀 宣布 那个 我跟杜主编 浩金发奖金 请大家吃河金的铃 行 你确定 借在里边吗 七舅老爷亲口说的 应该没做 那还等什么呀 赶紧去呀 你干吗呀 不是 你们就这么冲进去 会不会把七舅老爷给卖了 是有经过怀疑 这个时候 牺牲一些人的个人利益 再总难免 再说了 七舅老爷也是为你解好 才告诉你的 乖乖 走 要干吗呢 不是 你怎么这么烦呢 主要是我还没想好 怎么劝我姐回去啊 这有什么可想的 认错认错再认错 然后就痛哭流涕 行吗 当然行啊 再不行了 我陪你一块儿哭 怎么办呢 干 这不是咱俩吧 是啊 早知道我能就在家等我 就得了吗 我估计啊 她是打算趁我们不在家 回来拿东西来了 看来这是要跟我打持有战的意思 好 好 好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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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姐 姐姐 我知道你回来了 姐 我一直站在门口 没有勇气进去面对你 这几天发生的事 真的让我没有脸见你 可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见不到你的日子 所以我不能再让你走了 从小到大 你一直都保护我 照顾我 给我最好的生活 我所有最美好的时光 几乎都有你的付出和心血 小的时候 咱们家里穷没有钱 好不容易有一年有了好的收成 爹在大年三十赶集回来的路上 给咱们带了两颗糖 作为新年礼物 你只是轻轻舔了一口 属于你的那颗 硬是塞给我 说你不爱吃 当时我虽然小 可是我深深地记得 你递给我糖的时候 那种不舍的眼神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 你不想让我背着是特婚生的称号 想让我过上城市舒适的生活 你一个人打三份工 回到家里 你亲自给我做饭 承担了所有的家务 因此你的手 比同龄女孩的手 粗糙了许多 可是在我心里 那是最美丽的一双手 这么多年 我一直理所当然地享用着你的保护和爱戴 变得懦弱 逃避 可是这几天 我的脑海里不自觉地浮现出 曾经的一切 我觉得我该找到 姐 现在天晴就在我的旁边 我感谢你 感谢你给我找了一个这么好的姑娘 那天雨再大 我也用我的行动 去挽回了珍惜她的权利 此时此刻 我更要挽回的 我更要挽回的 是你 我最亲爱的姐姐 姐 我想跟你说说对不起 原谅我好吗 姐 姐姐错了 你骂得对 我应该才真的去面对生活 姐对不起你 姐 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怎么跟你说话 对不起姐 我们以后都不要说对不起了 来自很大大夫 我不许再哭啊 天姐 姐 对不起 没有 你是个好女孩 姐 天晴 你们是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两个人 亲人和爱人 是你们 让我变成了真正的男人 让我成家立业 你们放心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我不会再让你们哭 不会再让你们吃苦 相信我 好 好 莫莉 好不好听啊 特别好听 小霸你的手真巧 那是小霸是谁啊 那片柜子里的玩具 都是小霸亲手做的 你就别吹牛了 莫莉写作业呢 别影响人家 妈妈 我已经做完了 写完了自己检查一下 莫莉 小霸帮你检查 莫莉 一会儿检查完了 咱玩点什么呢 摩莉 莫莉 别闹了 检查完作业 给我收拾东西怎么回家啊 回家干吗 回家睡觉啊 姜天兰 你有点人性好不好 明天是周末 莫莉好不容易休息 帮她玩会儿怎么了 莫莉 别听你妈的 咱一会儿玩插抱 就你 天天宠坏孩子 我是莫莉的小爸 我不宠他我宠谁啊 3827 对了 3827 你怎么不说3821呢 你妈真聪明 你上去吗 爸妈都睡了 也不上去了 那我上去了 天晴啊 天晴啊 我 不许说对不起 也不许说谢谢 天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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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 就想赶紧把你接回家 跟你开开心心地好好过日子 这些天发生太多事了 谢谢你在我身边 你放心 我一直在 我把我拖子 是在刀箱里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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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非常好 为了奖励莫莉 功课做得漂亮 小爸决定 给我玩插抱 不不不 那是什么 小爸决定 明天带你去个地方 那里有山 有水 有新鲜的空气 有明媚的阳光 还有 小爸最尊敬的老师 真的吗 你想干吗 好了 去洗手吧 一会儿吃饺子喽 谁跟你说你能带茉莉去了 茉莉明天还要去她奶奶家呢 你少来 明天她奶奶家那么多人 茉莉去凑什么热闹 你怎么知道她奶奶家人多的 再说你想带茉莉去 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我不是正在征求你的意见吗 想你出师一处 家这两同学跟你商量个事 不行 所以没好事 明天去见初老师的时候 我就跟初老师说 你是我的女朋友吧 你神经病啊 玩笑开大了啊 我没开玩笑 初老师一直跟我说 把你的女朋友带回来吧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带去过 她得多伤心啊 那你也不能带我呀 我是你们家保姆 我看着也不像啊 你就不用管了 反正这个忙你帮不帮吧 不帮 实话跟你说 我已经在电话里跟初老师说过了 你是我的女朋友 如果你是现在这个态度的话 那我明天只能跟初老师说 咱俩刚刚分手 初老师年纪那么大 心脑血管不好 心肝脾肺肾都有问题 可怜 太可怜了 那我也不能帮着你说谎啊 这是善意的谎言 你想 初老师那么喜欢你 她要是知道你是我的女朋友 那她得多么开心 心情有多么的舒畅 你怎么能拒绝呢 你说你啊 你小伙长挺帅 没人喜欢 真 就这么定吧 初老师多年的心愿 终于可以了了 姜天兰 你是个好人 我替初老师感谢你 谢谢 哥哥 哥哥 你哥哥 好 喂 郭院长 你帮我简直了吗 你好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 我明天 走吧 你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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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老师去世了 走 到区别人了 你怎么回事 后来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是 你怎么回事 我下期設了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了 你怎么回事 那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莲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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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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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篮子 小篮子 叫什么叫 你这是干什么呢 翻得乱七八糟的 找什么呢 不是 我有一小帐篷 你看见没有 帐篷 没看见 那帐篷你不是好多年 都没用过了吗 是啊 我 储藏室哪儿哪儿 我都找过了 哪儿去了 找之后应该 下班是买一个 买什么呀 好好找找 自己家的东西 还能长腿跑了 找不到东西就买一买 你那钱是大风刮来的呀 不是 这些东西 以前都是江天蓝收的 我哪知道搁哪儿的 江天蓝收的 那你换一个老婆 家里东西就得换一遍 等等等等 我 我追上 你怎么打算 你怎么打算 对了 我告诉你 我做了点心啊 两份 一会儿你给茉莉送一份去 什么郊游不带我大孙女去 竟不能吃的也没她的份吧 我这事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 不是不带茉莉去 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还真带她去了 我肯定成猪八戒照镜子 你就说这孩子 他怎么这么拧巴呀 跟他那个妈江天蓝一个样 要我早就说过 这孩子就不能跟着他妈过 停 走 走 走 点心 你等会儿给送去 要不然我就亲自去送 我还让我送 还让我送 走之 走之 他带她出去 几点了不回家 妈呢 我去 还敢挂我电话了你 你胆肥了 茉莉睡了 像董这孩子啊 表面上什么都不在乎 真正的事都憋在心里 你这次陪她来真好 好好安慰安慰她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院长说 脑医学来得很突然 楚老师走的时候 没有很痛苦 这年前 在楚老师儿子的遗物里 发现了一个八云盒 是她儿子亲手做的 给楚老师的生日礼物 这个八云盒我做了一个月 还没来得及给她 她就走了 我说了 我说如果大云盒 就是我 在疾病中 别忘了 我说我 王院长 我说 上次 你 我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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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